消失的光芒2 人与人之战将高楼棒打僵尸的搞笑小游戏 滑稽又略带愚蠢的NPC角色和严肃的末日题材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成功地创造出了一套怪异又超现实的氛围 游戏将顶级的跑酷玩法和广阔的开放世界相结合 所以大量有趣的游戏角色为我们打造了一场实实在在有趣的末世僵尸之旅 然而一系列接近恶性的bug存在以及无聊至极的故事 让这场旅途的精彩程度打了折扣 在评测开始之前我必须要声明 假如你对游戏bug的容忍程度并不高的话 我们不建议玩家现在开始游戏 目前游戏内充斥着大量技术问题 比如游戏崩溃 过场动画中的对话消失 游戏音频被替换成了这个恐怖的杂音 无法进入支线任务 不稳定的帧数 以及无数其他bug不胜枚举 尽管多数bug只是暂时性的 甚至能带来一些喜剧效果 但另一部分则相当致命 比如我们的一名编辑就遇到了坏档问题 在进入游戏时会卡在加载画面无限循环 因而只能寄希望于接下来的补丁能够解救它的存档了 这些技术bug实在让人失望 因为游戏过程本身还是乐趣十足的 《消失的光芒2 人与人之战》依然在前作的设定下的套路基础上展开 本作发生在一片探索感极强的城市之中 城市的屋顶之上棲居着一众怪异的人类幸存者 他们拥有高超的觅食和跑酷技巧 并能用形形色色的运动装备消灭僵尸 白天的时候 僵尸会躲入建筑内躲避阳光 到了夜晚 他们又一股脑涌上街头 游戏紧张感的最大来源是主角会像其他僵尸一样丧失理智 和其他几乎所有人一样 本作的主角也感染了僵尸病毒 只有尽可能与紫外线保持接触 才能减缓僵尸化的进程 本作新加入的这个设定 让游玩的全程都充满了刺激的紧张感 到了夜晚 你必须谨慎思考你的每一步行动 只有步步为营 才能让主角安全抵达下一个装有紫外线灯的设施 就像需要时刻确认氧气补给的潜水员一样 是挺而走险仔细搜刮区域内的每一寸角落 还是静止穿过整片区域 只完成主要目标呢 是发动耐心前行避战呢 还是冒着被敌人攻击的风险 主动出击来换取更多时间呢 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决策呈现在你的面前 让玩家能够在探索中发现自己的聪明才智 而不是无脑的重复砍僵尸和搜刮尸体 本作的最大亮点 莫过于这个斯班顺滑且高度自由的跑酷系统了 前作的跑酷系统本就十分优秀了 而此次的跑酷能力则是更上一层楼 玩家可以在楼与楼之间穿梭 盘上摩天大楼 还可以用这个设计的得心一手的钩爪四处荡来荡去 由于整片地区的街道在夜晚有着大群僵尸出没 到了白天则被人类暴徒占领 于是如何脚不沾地在空中来去自如 就成了紧张刺激的挑战 得益于这套设计精妙的跑酷系统 哪怕只是点对点的赶路也毫无枯燥之感 与人类和僵尸的战斗也妙去横身 你可以冲着敌人的脸飞踢 躲避和招架敌人的攻击 甚至砍断敌人的肢体 尽管敌人的种类并不算丰富 但是发挥一下你的创造力 能让你一次消灭一整屋的人类和僵尸的法子 可是层出不穷 你可以扔出一个炸药桶 或是用精心计算的莫洛托夫鸡尾酒 恰到好处的让一屋子敌人全身着火 又或是静静潜到他们背后 然后一个又一个的飞踢下楼 这都是我最常用的杀敌手段 随着游戏的进程 玩家能力和装备的迅速膨胀 很快就会让游戏的难度抖降 玩家也会很快意识到 人类敌人的AI实在是太过于傻貌 即便如此 用各种手段创意清怪的乐趣依然不解 我花了长达80个小时苦苦深挖本作的剧情 但令我失望的是 游戏的主线剧情实在是过于雷若 哪怕是丰富的角色塑造都没能将剧情挽救回来 罗沙里奥·道森饰演的Lowen 就是这样一名优秀的配角 他是一个塑造的极为成功的反英雄角色 你可以和他一起出游 看着他沉思好影 或是用十字弓进行无差别攻击 类似的角色还有年华不在的战争老兵Frank 受女性追捧的魅力男性Hacken 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种角色 他们都给我留下了此生难忘的游戏瞬间 但游戏最大的问题在于 本作让你在不同角色之间不断辗转 却没有提供一个连贯的故事 来将这一切串联为一个整体 很大程度上这种割裂感都要归结于 你相处时间最长的角色 艾登也就是你本人 艾登这个角色就是你在游戏中 能见到的最套路 最最平平无奇的主角形象 他的复仇故事令人困惑 老套无聊 到了结尾的时候 甚至都无法自圆其说了 在不剧透的前提下 我可以告诉大家 游戏的剧情流程里 时常夹杂着对艾登神秘 又悲剧的过去的回忆桥段 因此我一直在等待这条浮线 什么时候能够回收 结果直到通关都没等到 整个游戏内有着无数个有趣的小故事 围绕在你身边的是一群塑造的非常出色的NPC 然而你所操作的主角 却是全游戏所有角色里 个性最无聊 剧情最烂俗的角色 这一点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 另一个让我失望的点是 哪怕本作会让我做出 看似意义重大的对话分支选择 我在流程中所做出的决定 实际上对故事走向的影响微乎其微 比如说我曾尝试着尽我所能 去激怒城市里最强大的帮派 甚至高调地击杀了他们的几名首领 我以为我会面临什么严重的后果 然而一直到故事的最后 哪怕我连续背叛了他们三次 我发现我还在和这个帮派一起合作战斗 尽管他们确实严厉地训诫了我一番 但这些都没影响我在故事里的发展 尽管我的对话选择确实改变了 特定的NPC对我的印象 有时候也会对支线发展产生一点影响 但我的所有决策都依然没有影响我 完成重要的故事任务 当我回头去研究分支选项的后果的时候 我发现最终的故事结局 无论如何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本作拥有一个线上多人合作模式 支持最多四人一起游玩 玩家们可以共同接受任何游戏任务 包括剧情任务 跑酷小游戏 甚至共同攻略boss战 不仅支持合作模式的内容丰富 让我更开心的是 我能想到的任何一个 现代线上合作游戏该有的功能 本作全都有 比如针对多人模式的难度调整 每名角色独立的武器补给 这样就不用和朋友们抢装备了 此外 无论你是否是房主 你在多人合作模式下 任何的游戏进度 经验值和剧情分支选项 都能被记录在你的存档里 和众多野心十足的大作一样 消逝的光芒2 人与人之战 是一款海量bug埋葬的优秀作品 假以时日 它或许能够成为一款 它本该成为的 举足轻重的僵尸生存冒险游戏 但就现状来看 我们不妨再多等等 除非你愿意顶着海量bug 去体验丝滑的跑酷 在游戏正常运转的时候 它也确实能带给你 开放世界探索体验 和一系列鲜明的末世角色形象 的确让人永生难忘